你怎么能应该看到我身上某个部位 就断定我是黑人呢 是吧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骑车道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67集的节目 我们先给大家分享铁工厂推出的煞星合体当中的这个黑豹 规避版权的关系呢 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奥赛之爪 奥赛是所罗门的汽车格摩托神当中其中一个 有时候会变成豹的一个形态 先前的这个是钻地基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小尺寸 体型的话呢稍微缩小一点点 但是呢以载具的形态来说 这个车形态我相信要比先前的那个造型的话呢 要好上很多 除了车尾巴比较弱之外 其实以侧边和正面来说 铁工厂的水准来讲 这样子的载具已经做的相当的可以了 而且它的滚动性的话呢 因为打了锚钉的关系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我们试着推一下 你看这种推车的感觉呢是非常爽快的 不过啊 它的后面这里的话呢 是没有固定的卡准的 完全是靠这个地方的一个紧实度 那所以说你在调节的时候呢 就把它调到一个可以顺利推的一个位置上 也就没有问题了 玻璃的部分呢是金色的涂装 上面可以动的地方呢有这个导弹 可以上下再搓动一些些 那我们看一下车头 有一个bumber的一个涂装底盘 它的变形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简单啦 也是很直觉的首先的话这个地方把它给松开来 然后呢脚的话呢我们把它从这里 它是有两个凸扣进这里两个洞的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两腿做一个简单的分开 这个轮胎可以稍微推到后方去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脚掌翻出来 它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做一个脚掌翻出来之后 这里整个打正啊 然后呢我们把脚掌呢做一个前后的一个翻转 那翻转的时候呢要躲过 躲过这一块布巾 这块布巾其实会形成一点点的干涉 我记得是要打成正的啊 然后来做一个翻转 好旋转一下 翻转完毕之后 我们把红色的这个像炸弹的部分 塞进小腿的后方去做一个填充 再把侧边这个部件给推横 这样一来这个脚的话呢就算变形完成了 整个关节还是比较偏紧一点的啊 铁工厂的玩具一贯的一个style 然后这个放回去 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车头这个部分 先把这个下面顶盖打开 顶盖打开之后啊 它有一个双动关节 车形态的时候呢是往上 往上提上来 变动人形的时候是往下面啊 就是往下压一点 但在那之前我们先把这个 肩膀的话呢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这个轮胎整个给推到 就轮胎的推到一个车子的上方 这个位置放下来 然后呢利用这个地方的这个连接杆 把它给推过来到这边 好到这里手掌自然放下来 再把这个拳头给翻出来 好OK到这边 另外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 先把轮胎给推到后面去 然后呢整个部件放下来之后 往上面推上来 到这里折下来 然后一样 把拳头给放出来 头在哪呢 头在这里 从后面翻出来 然后呢我刚刚提过了 因为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嘛 我们这个时候就把它往下面放一个 扣回去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这一款奥赛之爪就完成了 它从载具到人形的一个变形过程 基本上腰部也不用旋转 就肩膀上去变成车头 然后脚的一个脚掌前后翻转 然后再做一个瑜伽的一个反折 它的变形呢 就算是大功高成了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些配件了 首先的话呢 它的一个这个 这只黑豹的部分 有着翅膀的黑豹 它呢是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 这个地方把它给推开到这里 然后呢这里应该是先把这个 部件推过去 这个凸 把它给弄出来 然后呢把这个胸甲的部分呢 就原本的这个胸甲的话呢 可以把它给拆下来 然后呢跟这个抱形态 变成了一个胸甲给扣上去 那我的感觉吧 装上这个胸甲之后就是一个玩法而已 实际上的话呢 我还是觉得原本的这个胸甲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看的 那么呢这个抱的部分呢 它还可以变形成一把手枪 但这个手枪的话呢 我的感觉吧 它的握持我感觉有点奇怪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握柄 这个地方是一个枪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是默认的拳头的一个造型 这个我们必须把它给取掉 我们换上呢可以拿持武器的中间有孔洞的手 这个装这个比较简单 历届以来的话这个应该是铁工厂替换手 我觉得装摘起来是最简单的一个 这个拿持是没有问题 但是它的一个这个地方的长度是我觉得有点小问题了啊 握的时候呢我感觉怎么握都觉得嫌它奇怪 所以说吧如果如果各位你不是那么执着的话 我认为它还是保持一个抱子的一个形态啊 在旁边的话呢作为我们的一个跟班可能好一点 因为它本来也就有附在一把这个就是纯造型的手枪啊 给我们做一个握持这个枪握起来的话 感觉就舒服多了啊握持的力度呢也是非常之不错的 那么另外一边的手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做个简单的替换 那它还有一个手掌的一个掌刀 我这个可以做一个敬礼的动作啊 还有还有还有你为什么致敬我是不知道 当然最最有趣的呢还是它这一次的话呢附带了一个拿扇子的手啊 然后你就可以拿这个扇子呢做出一些蛮搞笑的一个动作 那我我是不太清楚这个致敬了什么 是IDW的漫画里头有这个桥段还是铁工厂啊自己去弄出来的 这个大家就有如果知道的话就给我科普一下这个 另外的话就是这一次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武器了啊 就是我们这一次不是奥赛奥赛这爪吗对不对 它就是附带了一对锐利的爪子爪子的后面的话呢 有一个握持的一个一个握把在这里 那这个尖刺的话呢是不太会割伤人啦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一定的尖锐度 那握的时候呢我的感觉吧 你要这样子握也是可以 但是呢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反握啊 可能感觉会比较帅气一点 它的人形高度和先前推出的两位成员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身高 那可动跟细节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吧 面雕的话呢是一个鲍子的头里头是粉红色的一个墨镜球形关节啊 可动度非常的不错 手臂也是球关平举的话呢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限制啊 然后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 手肘可以弯超过于90度 拳头是可以转动的 腰身可以转动 脚前踢的话呢 这个裙甲啊 两侧的裙甲是有连动的 所以你一边的裙甲动 另外一侧会跟着动啊 这个比较比较可惜一点 但是呢踢的角度倒是没什么问题 一样可以抬到90度啊 然后膝盖的话呢 会超过于90度 脚踝的话呢 其实有一点接地 但是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 因为侧边这一块限制比较多啊 你可能利用鞋尖这个地方啊 做一点造型的一个弥补啊 可以让它看起来好像接地性会稍微再好一点点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 一样有附带给大合体之后的武器 这个双头标签跟这个长杆的话呢 跟先前的那个钻头还是野牛的里头附带的是一样的 那这一次有附带的这个是双手大枪啊 看上去非常猙獰的武器 这是给大合体之后啊 来做一个使用的 那我们最后呢 就是来把它放入这个合体的部件 而且嗯 这个看一下啊 这个是裆部嘛 然后我们的这个啊 啊奥帅之爪它真的就是充当一个屁股肉的部分 非常屈辱的一个位置啊 好 我们怎么把它放进去呢 那我们先把它的第一个就是胸甲的部分呢 给取下来 胸甲的这个中间这个插孔啊 会形成主要的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点 这个插得还真紧的吧 好 这个孔必须要留出来 然后呢 拳头的话呢 先给收进去 以及脑袋一样收进去啊 脑袋一样把它给收进去 打针 放入 好 这里扣上啊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轮胎的部分呢 给推到前面来 推到前面来 然后呢 下面呢 这个轮子一样 可以转到前方来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鞋尖 反转180度 然后往斜上推上来 到这边 这里也是一样的 反转180度 然后往斜上推 好 先到这里了啊 那再来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组合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注意到这里有个洞 还有这里有两个洞啊 这是主要的结合的一个位点 那这个是它的 合体的骨点 这里是正面的装部 打开之后这里有个凸 这个凸的话呢 那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胸甲的 这个孔洞呢 然后就做一个结合 把它给扣进去 到这里 把它给往下压 压下去 压下去之后的话呢 再来 里面不是有两个白色的凸吗 对黑色的洞 这个片子不多啊 顺便的话呢 一样这里有个更白 更大的 图 对一个更大更黑的洞 这样子 把它给压下去 好 你这样子可以感觉它已经扣进去了 基本上扣进去之后 它已经非常的稳固了啊 那这个手臂的话呢 其实它就只有放在这里而已 它这里黑色有个小图 我本来以为它要扣进去白色这个洞 但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再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脚 曲下来之后 到这边 你看到没有 这里又是白色的图 要对黑色的洞 这个真的是很少见啊 这里 那调整一下 这个脚地板 就是把它这里 把它给扣进去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把它给扣进去 扣进去之后的话呢 这个下方这里一样顺便把它给扣上 然后这个鞋尖的话呢 可以稍微的 再调整的更好看一些了啊 这个是单纯的 就是美形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要求了啊 好 那到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已经完全扣纹了 你这边一旦扣上去 它就非常非常结实的一个 呃 人形的大合体的一个裆部 啊 这绝对是最全身上下最受力的一个位置了啊 所以需要黑人来来做一个 对不对 来做这个担当 前几集有朋友说这个 我这个手啊 说晒得很黑啊 这个说这个 看我的手啊 觉得我是黑人呢 就是说我是黑人都不为过啊 我怎么知道平板一下 你怎么能因为看到我身上某个部位 就断定我是黑人呢啊 是吧 好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这一个 呃 奥赛之爪的铁工厂玩具啊 合体的第三位成员 那谢谢各位这期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再来 咱们下期再见